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形势 有两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日前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市的市长 就和驻当地的中国大使馆 在网络上爆发麻战 后来土耳其当局 就传召了驻当地的中国大使 来表达不满 去到昨天 安卡拉市的市政部门 就派出了一架滑泥机 去到中国大使馆门外的马路那树 挖出了一个大洞 可以说是对于战狼外交的一种零类反击 第二宗消息 瑞典有多个在野党同时一起站出来指控 说中国大使馆 有份威胁当地的记者 要求瑞典政府 要将中国大使 贵重有 驱逐出境 好了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亦友 记得 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土耳其的情况 其实整件事的起源 就是在上个星期 安卡拉市长阿瓦什 和在野政党好党的党魁 阿克 博谢内尔 就在推特上发表了贴文 纪念新疆巴仁乡事件发生了31年 这件事其实就是说 当时有些维吾尔族人 就发起了非常激烈的武装冲突 有围攻当地的政府和武警等等 由于贴文就是谈及到新疆的议题 肯定会引起战狼外交官的留意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 很快就在推特上作出反击 而且这条帖文还特意 Tag 了安卡拉市长和好党的党魁 在推特上大家有用过就知道 你一Tag 人的时候 当然会引起 给你Tag 的追随者的注意 好了 最后这条帖文就引起了土耳其 网络上的激烈麻战 有八千多人涌入留言 当然 绝大部分都是吠中国大使馆 这件事一直在网络不断发酵之際 去到上星期二 土耳其的外交部 传召了中国驻土耳其大使 刘少斌 表达出不满和不安 事情就没那么快告一段落 当然网络上的麻战仍然持续 而在昨天 安卡拉市的市政部门 派出了一架挖泥机 专门去到中国大使馆门口 施工挖出了一个大洞 市政部门的管理人员就宣称 这次施工的目的 就是为了检查这个地区的居民 究竟有没有偷偷使用自来水资源 当然 这个原因很多人都认为是借口 实际哪有那么巧合在门口那里做事 无非就是要简正在门口那里动土 为那帮人的出行制造不便 以及麻烦 实际就是要 对于中国大使馆作出另类反击 这次 战狼外交 真是遇上了劲敌 其实这个安卡拉市长 叫阿阿什 他就不是执政党的党员 他就是在野党叫共和人民党的党员 更加反映到 其实土耳其无论朝野政党 对于那些战狼外交官的印象 都是非常之差 而在民间 由于近日新疆议题不断发酵 另外 战狼外交官又很喜欢在Twitter上发言 而往往那些言论 当地的民众也是不适合听的 所以民间也有不满 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是一个政治强人 他绝对不会纯粹满足于 要在中国、美国或者俄罗斯之间 选边站 他的野心非常之大 在国内 他搞出了一个威权政体 而在国内 他近年 就不断地致力于 将土耳其的影响力延伸 去到中瓦 土耳其是怎样进行操作的 就是依靠一个平台 叫做特决与系国家合作委员会 或者 简称叫做特决议会 这个议会 目前来说有五个成员国 土耳其当然是其中之一 而其他四个成员国 分别是哈萨克 吉尔吉斯 乌兹别克 和阿塞拜疆 这四个中亚国家和土耳其 都是拥有着 共同的民族 和文化特点 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 正正土耳其是借助着这个平台 就把手伸到中瓦 而且这个特决议会 不是讲玩的 在上个月举行的线上峰会上 埃尔多安正式呼吁 要推动特决议会成为正式的国际组织 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 就说 要组织建立一个特决国家投资整合基金会 和特决教育基金会 并且要在哈萨克的南部 特决斯坦市 创建一个特决国家特别经济区 启动特决文明现代化的进程 使得特决文明 可以从今世纪开始的国际政治 经济 和文化当中 是占有一缺之地 要振兴特决世界 而乌兹别克总统亦都呼吁 要组建特决国家发展银行 推动中亚交通和基础建设 使得中亚可以经过土耳其 和阿塞拜疆 而进入欧洲 所以这班人就满怀大计 野心都相当大 绝对不是想从任何一个阵营当中选择 而在这几个国家自己担起大旗 使得他们的字头 能够在世界上占一席位 可见他们的红心壮志是非常强烈的 如果这件事是搞得成的话 当然中国就会比俄罗斯更加投行 因为他们所标榜的正正就是 特决与系的历史民族的渊源 你偏偏新疆的维吾尔族 就是特决与系的民族 如果这几个国家他们搞起了 究竟那只手 会不会再伸过一些 就很难说 要看看这些国家究竟是不是吹水 很简单 看看他们究竟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东西 就已经知道了 在目前 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就已经是计划了 要将他们所使用的文字 就从现时那种俄罗斯的字母 转用为拉丁字母 会比较贴近土耳其语 因为土耳其所使用的字母 都是用拉丁字母的 他们作出一个这么大的改动 似乎就真的要向土耳其 方面靠拢多一些 是不是有些实际的东西 我看来就是有这个迹象 因为要改动一个国家的文字 其实是相当之繁复的 无论你那个国家的法律条文 官方文件 全部的东西全部都是要改 不是说按按键就能够办 如果他们真的推动这个东西 这个特决与系国家合作委员会 应该都是会理真的 接着我们就看看另一宗消息 都是跟战狼外交官有关 这次就轮到瑞典 瑞典有好几个在野党都出了声 要求瑞典政府 要驱逐中国大使 桂重有 整件事的起因 其实就是一名 长期住宅在台湾的瑞典记者 因为报道中国抵制 H&M 被中国大使馆 写信威胁 今天这一名的记者就宣称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接到中国大使馆的威胁 但是这一次的威胁比起往时就更加强烈 瑞典民主党的外交政策发言人就说 中国的大使多年来都有威胁瑞典记者和政治人物 行为是难以接受 瑞典民主党在2019年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了要将中国大使贵重有 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贵重有已经是严重影响了 瑞典两国的外交关系 也使得 中国人在瑞典的地位越来越差 而基督教民主党的外交政策发言人就说 虽然瑞典政府 常常都召见中国大使 但是就没有改变中国大使馆的作风 瑞典政府是应该将 贵重有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另外其他多个在野党 都提出了要驱逐中国大使这个建议 其实这个执政党方面 当然 面对着很多在野党的施压 瑞典外交大臣林德就说 外交部已经多次召见了中国大使 并且告诉他 言论自由在瑞典 是受到宪法保障的 记者也有自由 从事采访和报道的工作 外交部也多次要求中国大使 要尊重瑞典法律 并且表示 威胁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 显然 瑞典政府目前面对着 战狼外交官的那种态度 就是不为那些在野党所接纳 因为那些在野党就认为 你面对着一个非常之强硬的 战狼外交官的时候 如果你表达不了 相应的强硬 似乎就会显得软弱 现在那帮在野党的政客 就想瑞典政府再硬一些 他们提出的建议 比如说要将中国大使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甚至乎要将它驱逐出境等等 显然就是不被瑞典政府所接纳 究竟当地的民众怎么看 下届的大选就会反映出来 不知道会不会被轮替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